推测近40公斤重 比自己还高的回收物 69岁的慈季志工科水员 熟练地绕过障碍物 穿过大街小巷 走了十多分钟的路程 到达了资源回收商的定点 我们要救这个地球 不可以用钱来计较 如果这样计较就没有人做了 每晚回收平均所得不到新币六元 科水员却坚持了二十多年 这样的反复动作除了是保护地球 其实这也是科水员第二度 累积点滴的小钱 圆满它第二个三个小时 科水员利用凌晨时间 到租家附近的垃圾桶 搬造可回收的物资 不怕脏臭 只怕物资被当成垃圾丢掉 就连冰镇提酒的水 也可以回收使用 科水员回归简朴的生活 以回收蜡烛取代电灯 也节省用水 储存余水使用 每个月的水费仅仅新币一缴钱 省下来的钱不去享受 而是捐出旧人 这念心也影响了邻居 他跟我讲就好事了 以前我每次都就叫他 就叫他 我收起来给他 对钱的看法就看得很开了 不像以前这样 有意要存酒 现在就看得很开了 因为现在知道 什么都带不去了 台币200万这笔钱 对科水员而言 适用20多年的时间 每晚减时回收物 点滴累积而来 他无怨无悔 这条路他会一直走下去 我也没办法帮三年 做其他的东西 就是三年复印我们要环保 我就尽可能 身为弟子的话 就做到这一点了 可以跟三年讲的做到 戴新闻蔡宝林 戴小庆新加坡报道